下面我们来教学第七组的动作 第七组包括三个动作 一个是左右穿梭 第二个是海底针 第三是闪通背 首先请看这三个动作的连贯演练 三个动作 我们做背向的分解示范 左腿提起右独立 请大家随我们模仿 左右穿梭 一向前落脚脚跟着地脚尖外撇 二抱手收脚 三向右前方上步脚跟落地 两手分开 四攻步驾推掌 方向是右前方三十度 右手 右手呢 举驾在头的前上方 第二个穿梭 一 撇脚落手转腰 二 抱手 收脚 三 上步 措手 四 公步 驾推 方向是左前方三十度 公步和推掌的方向要保持一致 下面一个动作海底针 一 跟半步 落在中线上 二 坐腿 转腰 提掌 呈侧掌 提到肩上 耳旁 左手呢 落到腹前 三 左脚前一半步 呈须部 右掌向前下 插掌 上体略向前颈 海底针 一 上体 立直 提手 收脚 二 闪通背的上步 翻掌 三 攻步 推掌 好 这组三个动作的手法是各有特色的 左右穿梭 它做的是 一个手 上架 一个手前推 那么上架的手要略高于头 臂半曲成糊 掌心呢 斜向上 推的掌 还是要推到你的胸前 高不过头 海底针这个动作 不是向上架 而是把手提到肩上 向下插 利点 利点呢 利点呢 是在指尖 侧掌 身差 我们刚才说了 穿掌 也在利点 在指尖 那么 穿掌 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动作 并不再有攻防含义 比如说 穿身 那么 它下边呢 这个动作 只是说是 说明了一个 动作的过程 但是说 叉掌 一定是带有明显的攻防含义 一定是用指尖 向前插 向下插 利点 一定在指尖 我们海底针的是向前下插 所以呢 手提到肩上 注意 不要做成切掌 也不要做成压掌 手指尖是和你 插掌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三个动作呢 前手又是一个推掌 但是这个手我们不叫做架 叫做撑开 这个动作叫闪同背 闪就是形容快速 像闪电一样 通背 两个手 对称发力 力量发于机背 是吧 所以太极拳呢 收敛入骨 发于机背 是表示收身呢 要 要配合 力量从你的腿和身体来 所以呢 力量非常集中 非常来势凶猛 那么你看 后手向后拉 前手向前撑 所以有的时候是一个 是这样展开 也叫展通背 有的时候像扇子一样打开 也叫扇通背 这都是形容它的形状 所以后手要撑满 而不是向前的架起来 所以要注意这些小的区别 表现的含义呢 外形很相似 但是呢 各有自己的那个特定的含义 做这几个动作的时候 首先 我还是要提醒 你在步行上 在身形上 要掌握要领 比如说 左右穿梭 你看 我的两个脚 保持了一定的宽度 左右的跨度 这样 就使你站在了两条轨道上 站得很稳 如果你要